就是一段时间前 有几个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包括总统的总统总统 的总统总统的总统 是谁能搞得了吗? 配窜台是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这些都充分表明 配窜台是升级美台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 美方挑衅姿势在前 中方正当反制在后 合理合法必要适度 美方在虚化掏空 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却指责中方改变现状 美方每年在中国周边海域搞的军演达上百次 却指责中方反应过度 对于这种强盗逻辑 中方不会接受 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可